李懿比他好 哈哈哈 你對這部電影只關於選擇 你們在你的事業中有什麼道德方面最令你們為難嗎? 道德? 我知道我知道 你叫我 聽得懂嗎? 我 你可以 我不是 你先回答 我真的要 其實我覺得道德方面是 觀點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很難講誰是對誰是錯 所以在這個戲裡頭每個決定是跟我們的身份不一樣 你這個身份有這個決定可能是對的 但是我這個身份有幾個決定可能是我錯的 所以我不能夠說 你的事業中你有面對這種說 我的事業中啊? 沒有啊 有他在嗎? 我不用煩了 其實我很單向的 我就就往前走走 沒有其他別的影響了 然後我是有什麼很難的決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是好像是觀眾他的粉絲說他是一頭牛對不對? 那很好 對不對? 我是一頭小牛 一模一樣的 往前走 對 就是要往前走 其他我也不理 就比如說 他說在道德上面 比如說今天另外一家公司他給你很多錢 就是為了道德留在我公司還是怎麼樣? 對 好 混得很好 看你的樣子 真的是 其實我也是跟他一樣啊 我在他的公司裡頭 當然我現在是在另外外面工作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公司也是跟他合作 他有自己的一個production house 那我希望就是未來他真的有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可以成為他的一個partner 然後投資在他那個 那如果說到道德上面的我覺得每個人都會面對這些事情 會有一些怎麼說的為難 這種為難我覺得我是那種盲目的人 我是為了友誼我是可以放棄很多很多很多 那比如說今天我不喝酒的 我是我是不想拍不想拍酒的廣告的 那那種是我道德那個錢 但他錢很多那我道德就會有一點變 但是但是現在會慢慢以前會想 現在我因為到今天的日子 我就覺得其實我應該是跟著心去感覺 就是隨著感覺走 就是隨著感覺走 就今天我不願意做的 你多少錢也動不了我這樣 所以現在我的道德的那個概念比較強 不是給錢我就脫衣服那個人 對啊 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部電影就是加東西為了愛情 不顧一切嘛 其實很多東西 這樣你會不會為了愛情也是不顧一切 放棄很多東西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啊 答案就在你們信中 你可以隨便寫 但是用你的角度 但是這種感覺我覺得 我覺得我是放在心很難跟大家說 但是我覺得不管什麼感情 友誼愛情親情都是盲目的 嗯 對 這樣 那在戲裡面你這次做了很多自己的特技 對吧 然後就是現在有了小孩有老婆 你會不會先就是 就是臨座關心之前非常適合嗎 嗯 首先我覺得 家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的家有了 有了 有了另外一半 或者是有我下一代 就算我只有我爸爸 我媽媽 我也會對自己保護得非常好 我從來沒改過 然後現在我也不會做一些過頭的事情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 對自己非常非常honest的人 我我會告訴自己 所以今天我每天都會去衡量 到底我今天 比如說昨天我能做的事情 今天不一定 因為每個人的condition不一樣 因為我生病了 所以有些事情我不能做這樣 所以我在 我在所有做 所有所有一些危險的動作之前 我一定會告訴自己 這個今天我能做到嗎 所以不要擔心 我不只為了我的 我的家人 我的另外一半 我的下一代 我也為了愛我的人 我一定會小心 可是這次你是從高度挑戰愛嗎 然後我知道會不會怕高 我是居高的 那在腦海裡想到什麼東西 知道哪 腦海 我沒有在腦海想什麼 只是在嘴巴 我再加兩條槓絲 馬來 那我如果是四條 以前只有一條 我現在又 誰說 誰 我是老闆 我管他 那 有一個問題是不會做的嗎 嗯 我不會拖 不會拖 對 從以前 以前 我是床系 是比較 沒把握的人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因為本來 本來我在金馬之前 其實已經有人說 誒 就是他們評審上面 誒這個不錯啊 這樣 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不好意思 在頒獎之前跟他說 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可以在香港發行的話 因為他 他的那個作品 其實他是 延續陶姐的那個世界下去 如果香港是我發行的話 我覺得會效果好很多 但是結果他賣了 劉老闆答應下一部西亞波地 他會幫我們嗎 對 真的真的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會覺得 可能在時間啊 就是 哎呦劉敦華他很忙啊 很貴啊 對 貴是貴 值得 不好意思 不然的話 我不會拍那麼多戲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就跟他們說 不管 大小 或者是他們真的 不會請我拍 也可以讓我去做一些producer的工作 我可以就是在我經驗 在發行 在整個架構上面 怎麼樣可以讓不同的地方 慢慢慢慢 我們 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一些香港的警匪片 以前在中國 內地 他的票房也不會那麼高 但是我們一天一天慢慢的去做 從大追譜到韓戰 到我們這個 我們希望真的可以突破三個億的那個 那個票房的那個 那個角度 那這個也是 也是他們 哎呦真的很慘 我們在新加坡 我們來現在賣得很好 然後跑出去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慢慢做的 它不是 它不是運氣 它真的需要去經營的 它是一個business 它不是一天可以做到 兩天可以做到 它跟人的成長是一樣的 就是它不可能是 我昨天是一米三 明天就一米八 不可能的 它是慢慢上去 嗯 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人家董的回答 那你瓜仔的回答 就是說 因為這不是風暴 這樣你覺得有沒有人生的風暴 人生到最大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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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講 人生到最大的風暴 沒有什麼風暴 你說我的人生 我在海培亞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自己的人生到現在 風暴沒停過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風暴 是很 蠻順利的 其實從剛開始到 從電視台到現在 有機會當電子 到現在 能夠當那個電影的 就覺得是蠻順利 雖然可能是在其他人看來 可能是有一些好像是 過去很慢很慢的 但是我覺得慢慢來 我接受得了 對 我沒有什麼風暴 沒有風暴 這樣很發展 一年風暴 就是拍這麼多電影 遇到這麼多四面 一個風暴或什麼 人生上的風暴 我想大家都看過了 從我剛剛開始 在電視台 電視台出來被冷凍了 然後出來就是拍戲 拍戲結果就虧了 虧了之後就 就 就還錢 還錢又回到跟人家合作 又被告了 一直到03年 那其實在這十年 我是 風暴會沒那麼大 就比如說 有時候你會拍到一部不好的戲 這個 我覺得首先你要發現 這個世界 風暴是不會停的 總會來的 只是你怎麼樣去防禦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要準備好 因為有時候有很多很多 就是突然而來的那些風暴 我們是真的很難承受 所以我們心裡面的那種抗壓能力 要很強 那世界有很多很多事情 都不停的發生 只是你自己要做好那個去迎接這些風暴的心態 對你來講哪一樣事情 對你來講是壓力是最大最大的 是哪一類的事情 是感情的曝光最大 還是事業上的那個挫折最大 我是沒有的 我是沒有的 我對壓力是完全不當一回事 那今天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我的態度 我不會改的 那生命 今天我穿的 吃的 住的 我都可以很普通 所以我覺得我是很欣然的去面對 自己的生活跟生命這樣 那大家都知道你是很努力的一個演員 然後你如何跟工作和家庭怎麼取得一個平衡 你看到我從以前到現在我家庭所有的跟我爸爸的關係 現在我的家裡的生活 我覺得大家都看到我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這種掌控這種time management的那種方法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改的 因為我覺得人跟人的關係 跟那種愛的濃度 他跟相處的時間不是正比的 只是你一期的那一秒鐘 他有沒有真正的去感覺到你愛他 我覺得才是重要的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不過你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不用生氣 那因為現在香港全部在講你的所謂的第二派 那這件事情 你出去 可以嗎我怕 沒有沒有你休息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你是很保護家人的 還是說你等到可能真的發生了才講什麼 還是怎麼那個情況 因為香港不斷地在等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正面的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還沒有 還沒有第二台 還沒有 那我謝謝大家對我的祝福 我會努力